到底我说什么 拜托说出口 没调人问口 我不用 但尽力我无聊献说 你就明白了什么 明明这几时也都懂 明明是自作自说 所以这次的这个新专辑呢 非常的荣幸 可以邀请这个 不是高尔 我猜点讲高尔 就像被催眠一样 超过了复合眼影卡 说想念我就前往 化身过吧 你要安静我就变错出光 每一次催眠一样 梦游在虚拟的曲场 如果能彻底绝望 就没捆绑 反而不已过现 那是希望 那我们发行了一张最新的专辑 叫做结伴 这次的这个专辑里面呢 我们跟很多的这个艺人一起合唱 比如说像这个林俊杰 还有这个告舞人 还有911 甚至我们欢迎 我们是要下台的感觉 我们的这个缘分应该从这个金钟奖那一次 我们唱了这个米先生的沸沸这首歌曲 然后呢 每次看到他们或者是听到他们的音乐 就觉得很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合唱 所以这次的这个新专辑呢 非常的荣幸 可以邀请这个 不是高如 我差一点讲 高如人 也可以啦 不然我们就来唱批心带乐的响应 可以可以可以 没问题 我比较喜欢在这城市遗失了 发行了新的专辑叫做结伴 那我们就结伴 跟这个明先生合唱了一首新歌 对不对 这首新歌 首唱 首唱 首唱会 那这首歌叫做什么歌呢 到底我算什么 这首歌是由圣浩所写的一首歌曲 这样讲应该可以啦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这首歌叫做 到底我算什么 就明白了说 就明白了说答案 没明白这其实也能当当当 明明是自作自首 我的手又来抓住我 你的手摆脱给我走 自作为您的意见 我们我们就做练顺了 要真正好 我最后 愿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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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